兩個懷疑有黑社會背景的男人凌晨在油麻地喝到啪啪褲 走出馬路中心 結果被一輛的士收制不及撞倒 他們一個腳步受傷 另一個被撞至彈開幾米遠 頭暴著地 重傷昏迷在馬路中心 救援員趕到現場立即幫他進行急救 其間幾名同行的朋友不滿記者採訪互相推撞 又不讓記者接近傷者情況一度混亂 原場是油麻地317號 梅敦道金漢大廈對開 在凌晨的3點多 兩個男人和一班朋友劈酒消遣 兩個人先行下樓 期間懷疑飲醉走出馬路 被一輛由梅敦道往旺角方向中線行駛的似撞倒 5、2名傷者隨後送往廣華醫院救治 而的士司機就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OMTV東方電視記者旺峰儀報導